主料,四季豆300克,窝笋100克,猪肉150克,小根笼椒100克,主料,花生油,盐,酱油,料酒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四季豆用手掰断两头,把两边的筋撕掉,将四季豆洗净,掰成长段,将四季豆放到滚盐水中煮2分钟,老鼠四季豆,立干水分,窝笋,辣椒,猪肉均切片, 热锅,放入花生油,将猪肉放进去翻炒,带猪肉绿为变色,加入适量盐,料酒,放入焯好的四季豆翻炒至8分熟,加入萝卜,翻炒至9分熟,放入辣椒,再加一点盐,将油调味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四季豆特别不容易熟,又特别害怕它不熟,简单的办法就是炒之前先炒两三分钟, 这样不仅颜色好看,使用安全也有了保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